中奖的发票可不要轻易的po上网 南投一名男大生日前在网络社群平台上 搜寻网友公开分享的中奖发票 然后用自己的手机app扫描对讲 总共冒领了26张发票 累计获得9300元不罚奖金 而国税局提醒 其实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诈欺取材罪 这名男大生除了要缴回冒领金额之外 还会被判拘役30天 拿起手机扫描发票对讲 但幸运中奖后可别轻易将发票拍照po网 否则奖金恐怕会不翼而飞 现今许多人都会使用国税局的手机app扫描发票对讲 中奖后奖金更会直接汇入户头 但是如此方便的设计 却成为有心人士的犯罪工具 南投一名21岁的李星男大生 今年8月在网络社群平台 搜寻网友公开分享的中奖发票 他就这样在网络上找到26张中奖发票 随后便利用手机扫描对讲 总共获得9300元的不法所得 男大生偷扫发票对讲的行为 已经触犯刑罚的诈欺取材罪 不知道追回茂林的不法金儿 还遭判拘役30天 为自己的贪图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曾鲁城南投报导 谢谢大家